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汽车碰撞是引发重大交通事故最常见的方式 也是发生人员死亡率最高的交通事故 大家知道CNCAP的事故碰撞试验 速度都是设定在50公里每小时 如果是100%的正面碰撞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车辆已经是面目全非 由此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的车速80公里或者120公里 或者是两辆时速50公里对象行驶的车辆相撞 那后果是多么严重 为了让大家对汽车撞击有个直接的认识 我们邀请了两名普通市民体验这套模拟碰撞设施 其实该设施是模拟五公里时速的碰撞体验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刚坐上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但是在碰撞的瞬间给人感觉很害怕 因为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碰撞的感觉 虽然是五公里的速度 但是碰撞体验很大 熟悉物理的人都知道 动能公式A等于1分之1m成微的平方 所以当我们的速度每增加一公里的时候 运动中的物体产生的动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当汽车发生碰撞 唯一能保护成员的只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 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时候驾驶 切记首先要系上安全带 下面我们用假人看看安全带起到的保护作用 如果实验我们看到 安全带可以将人紧紧地紧在座位上 不适于向前发生撞击 作用非常明显 另外车辆发生撞击 被撞的物体同样承受相同的力量 我们以20公里时速撞击质量 20级客的直箱 大家同样可以看到 箱子已经完全飞起 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进防发生撞撞 如果大家驾驶汽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 在城乡结合部的 二级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一定要留下合理的汇车空间 所有上车的乘客 必须全部系好安全带 包括后排乘客 只有做到这三点 才能够让我们在凤撞事故中 保持最大的安全保护 尤其是安全带的牢固的 系在自己的身体上 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